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你做管理员也是叫做打工 那种心态进来做一个 business owner 很多人是不适合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对那个 business plan 的认识不及 很多人做个 business plan 是因为银行要 我或者要大款 我要借钱 那银行就说你做个 business plan 他就像填表那样做功课做出来 其实最重要的 business plan 就是要说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生意 你做这个生意的心 想法不对 他就一定会失败 那我的 business plan 就应该要 当我现在正在做的 我那个市场在哪里 我对这件事的认识深不深 到底那个 market 可以承受多少 多少的 profit和多少的生意额 要计得很清楚很清楚 当然我要做广告的话 用什么方法做广告 派flyer 要做 trade show 或者要找个 salesman去逛街 这些要全部要想清楚 在未投资一毫子的时候 就已经要清清楚楚了 即不是靠想象 真的要做一些 research 做一些研究 才做这个计划 不是说我看到很多人做得很好 那我就去做 那这个计划 大家都知道 首先要知道 market 客人在面对什么 是 究竟那个价钱又怎么定位 等等 其实现在很多人开店 因为那个市道的关系 经常都减价减价 这个人又减价 最重要是够便宜 那就有客人了 是否这么想 这个是一般的 又是第二个好业犯的错误 对价钱的认识 当初我做生意的时候 我是犯这个错误 我就不知道要订多少钱 OK 要跟你竞争 那就比较便宜 是 那后来才发觉 原来价钱又不是这样定法 OK 那价钱是看市场的承受力是多少 OK 所以那些新产品的价钱会高一点 因为消费者愿意付这个钱 现在出的iPad iPhone 4 一出来就那个价钱 那个定位是大家愿意付的 是 你过了两年价钱就跌得很厉害 所以不是符合一个 那些计划说 这个是我的本钱 我加20% 我加30% 我加20% 我加一倍 不是这样计算的 市场的承受力是多少 所以这个 这个对价钱就要便宜 好 另外一个就是要 除了价钱之外 你要让客人感觉到一种 很好的价值 OK 那个价值或者是 你那个 warranty guarantee 现在有warranty return 就是要加价值 那现在今天来说 那个service很重要 嗯 那见到现在今时 很多人都是 逗便宜 但是逗便宜之中 都要赚钱才行 是啊 所以就是有很多 譬如一些技巧 例如rebay 这些会赠给你 是否一些 吸引人来买的技巧 那些是吸引人来买 但未必是赚钱的 OK 就好像说 100% satisfaction guarantee 这是市场的一种手法 是希望别人来试你的东西 那你这些产品的品质 一定要好 你的服务一定要好 使你不用去 别人退货 有这些warranty rebay的原因 不是要别人来退货 或者别人不是说 为了别人来 给他一些钱 所以他来 这是一个开门 让别人容易进来 现在说的 例如苹果这个例子 就是因为社会有一个需求 它才可以买得一个好的价钱 大家又觉得 它不减的 我都会照买的 这就是成功之全 是的 但是说到如果有些新的东西 如果不靠口去说出来 去销售 那这个过程是否很重要 这个又是最容易犯 是最严重的一个 第三种 是当你是推销一样东西 你以为我很懂得说话 就是最好的销售员 其实这个不是很对的 是 因为你买东西给别人 你要看别人的需求 不是说你说得多好 没有天花囊 最后会和你买的 嗯 那这个我想和大家说的故事 好 那有一次有一个公司 要请一些销售员 那他就说 我现在呢 那些销售员 来了一百个人 我现在要考试 OK 那他说 你愿意接受考试 你就可以 有机会进来公司工作 考什么事呢 现在我有很多梳 就是梳头的梳 要卖给和尚 是 卖梳给和尚 卖给和尚 不是那么好 好像 那他很坏 就变了一百个人 九十七个人听到 就说你玩东西 就不考试了 就走了 只剩下三个人 他说我们去试一下 那他就去试 那一个月呢 他就回来了 对 梳卖给和尚 没有头发的 但是一个人 你买了多少把 我买了一把 你怎么买的 我看到和尚在农地做事 做得很辛苦 他就拔头 我就说 用把梳拔头舒服点 那他就买了一把 然后我没有再找不到 第二个 借拔头的和尚 所以没有买的 那第二个 你买了多少把 他说买了十把 为什么买了十把 那么好呢 他就说 我因为我到处去看 那个山去找庙 结果在山谷那里 找了庙很大风 门口很多风 那些人进了庙 头发乱七八糟 是 那他进去跟那个事主说 那些人来佛 来那个庙头发乱七八糟 都不太好 不太尊敬 不如你买几把梳 放在门口 人家进来的时候 梳梳头 就会尊敬一点 那和尚那个事主 说挺好 都对的 那他买了十把 那第三个问他 他买了多少把 他买了一百把 哇 那么厉害 对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做家庭才知道 他说我花了三个半星期 走过很多的寺廟 结果找了一间 是很多人去的 那他进去跟那个事主说 你希望多些人来 我希望 你希望多些人来捐钱给你 我当然是希望 那他说 你怎么可以帮我 很多人捐钱呢 我说不如这样 你捐钱的人 你给一个纪念品给他 他说什么纪念品呢 我都有把梳 你上面写三个字 叫功德梳 哇 是买不到的 别人来捐钱 才能给他一个功德梳 是哦 好哦 我给你买一盒 买一整箱 这个很聪明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以说 因为对方没有头发 你就买不到东西 你要看对方的需求 他要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这个问东西 听东西和观察 是比讲话重要 就是环境、客源 你可以买一把梳给和尚 但你针对的不是和尚 没错 是和尚对着那群 善众 是 那群才是真正的市场 对 所以 最初看回刚才的故事 第一个只看着和尚 所以才卖给他 第二个开始有些市场策略 第三个更多 可以拿一些广告 或者是一些技巧 去买得更加多的市场 是的 分分钟第三个 他不停地买功德数 因为善众不止100个 是的 那今天就很感谢黄先生 和Steven 上台讲那么多的技巧 给我们听 也是提醒大家做生意 就要注意这几点 下次再讲更多的 五五区给大家听 好啊 多谢Steven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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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